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鸭长木 大家看上我这一盆鸭长木长势非常好 而且这个叶片非常浓烈 一直都是放在室外养物的 而且这个叶片没有灰尘 非常有光泽度 那么是怎么养护的能把它养得这么好呢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把这个鸭长木养得这么好的 其实养护鸭长木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我们平时给它进行喷洒一些磷酸二氢酱 在喷洒的时候最好就使用这种喷涂 给它喷洒 这样喷洒的话既能让它吸收养分 又可以充实叶面上的一些灰尘 叶片上没有灰尘堆积了 它就会进行光合作用 形成的叶粒素就会更多 就会避免一些叶子发黄的现象了 还有就是定时的给它在盆涂里面 撒入这个小粉药 塞肤咸杂菌药 把它撒到盆涂里面进行杀菌 这样的话就不会引起细菌感染 或者是一些病虫害来支咬这个鸭长木 因为鸭长木它是观叶植物 如果我们养护的时候 这个鸭长木被一些虫害支咬了 咬得一个个小洞 就会影响到它的观想价值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叶子出现发黄了 它的观想价值就会大打折扣了 在这个八月份养护鸭长木 也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能够把它吸收到中足的光照 还有在中午的时候进行给它遮一下阴 以免这个叶片被灼伤 每隔一个星期之后 就用喷壶给它喷洒些水物 冲洗一下灰尘 这样的话就能让它生长得非常好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把这个鸭长木养的油光脆立的一点小基石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能帮助喜欢养鸭长木的花园们 好了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